近日杭州萧山的胡某用10万元现金购买假币 结果除了最上面的一张和最后一张是100元的假钞外 54万元全是民币 据胡某介绍 骗子先用几张针钱冒充假币到银行验钞过关 再以1比5的兑换比例与胡某进行假币交易 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侦查 胡某也因涉嫌购买假币罪而面临法律的制裁